比赛正式开始 林南全队在场外观战 刚凑齐的湘北无虎 被安西教练留在替补席上 即使是坐冷板凳 他们依旧争吵不停 好家伙 一句话得罪三个人 眼看又要大打出手 才子立刻出言阻止 并提醒他们看看比分 此时湘北落后三浦台12分 三浦台的村宇认为 只要打倒赤木 湘北就不足为据 这么臭屁 瞬间激起名分 林南集体为湘北加油 然而湘北队员已被三浦台的气势压倒 都没发挥出训练时的一半实力 面对两人的防守 安田紧张的球都拿不稳 多亏木木及时补救 赤木一接到球就受到三人包夹 只能将球传给潮崎 潮崎失误 球全落在三浦台手中 一路快攻 三浦台上篮得分 燕一突然发现 湘北替补席上多了两个陌生的面孔 翻翻小本子 一点记录都没有 他们到底是谁 场上 湘北队源自乱阵脚 木木认为这样下去不行 必须依靠赤木的篮板球 只见他三分线外出手 三井看出了端倪 木木想靠赤木的篮板球二次进攻 赤木也是不负众望地抢下篮板 正准备起跳灌篮时 三浦台的村宇恶意犯规 阻止灌篮 不得不说 热球打得真脏 村宇暗中得意 以为湘北只有赤木一人 如此目中无人 成功激起问题 而同军团的怒火 另一边 仙道还在悠哉地喝着饮料 突然出现了一名男子 此人正是海南队长木深衣 画面一转 秦子的心思完全不在课堂上 化身白日梦想家 赤木流川个30分 三井攻城个15分 木木再得个10分 一共100分 自乎少了点时嘛 原来是我们的天才一木 回到赛场 赤木虽然连进两球 但队友的状态明显不是很好 三浦台一顿挑衅 队友轻松配合 再次得分 安田走到教练面前请求下场 赤木大怒 失去都致等于输了 随后 木木走过来向赤木使了个眼神 赤木运球飞奔至篮下 来个假投真传 木木接球吸引对方不畏 再迅速将球传给赤木 赤木高高跃起 一记满分大贯篮点燃全场 没过多久 三浦台看穿了湘北的打球套路 此时 安西教练开口了 你们几个以后还打架吗 四人一口同声表示绝不再犯 哨声响起 湘北换人 五虎齐聚 三浦台准备一对一钉房 赤木叮嘱一木不要拖后腿 比赛开始 攻城突然启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轻松过掉两人 再将球传给赤木 赤木一记单手劈扣 全场瞬间沸腾 湘北的反击开始了 攻城迅速断球 紧接着把球传给三井 三分线外跳投 球纹稳命中 与此同时 于助也认出此人 就是曾经的MVP三井兽 湘北多了两个实力选手 再加上赤木和刘川 实力不可小觑 可怜的樱木惨遭无事 听着满场的欢呼声 竟没一个人为他加油 虽然你的得分 还有助攻 还有最拿手的篮板球 现在都是零 我香田愿意再帮你加油 真是好特别的加油 攻城继续运球 樱木要球 攻城直接把球传给刘川 一个飘逸上篮 湘北再得两分 你为什么不传给我 要传给刘川峰啊 一句白痴飘过 瞬间点燃天才怒火 赤木传球 樱木用投接球 球到三井手中 又是一个三分命中 比分只差五分 三普台教练坐不住了 起身怒吃队员 你们可是以打倒海南为目标 怎么能被一支二流球队 搞得这么狼狈 赤木一听 我们也要打倒海南 称霸全国 我发誓打倒仙道 你哥二逼 仙道是零难的 比赛进入白热化 三井又是一个跳投 球稳稳命中 赤木新味道 看来两年的空白期 并没有让你退步 春雨过掉樱木 却起上篮 却被赤木狠狠封盖 风承运球推进 球终于来到樱木手里 面对防守 樱木灵活用脚跟转身 正准备上篮时 对方一轴打向樱木 还盼盼樱木罚球 刚好没人交樱木罚球 这道提名显不惠 站在罚球线拿着篮球 樱木内心非常慌乱 眼前出现了各种 投不进的诅咒幻觉 随着哨声响起 五秒犯规 赤木一个头锤 第一次头部中很正常 以前我也很饭桶 第二球 樱木似乎想到了石码 只见他摆出一个奇怪的姿势 将球丢向篮筐 随后起跳 来个空中接力 没想到流川闪现到樱木面前 单臂接球 一记批扣 流川的华丽补扣 让所有人都记住了 这个一年及星星 然而 鱼柱却发现了樱木的闪光点 虽然他看上去有些乱来 但越来越有篮球员的样子 村宇运球到篮下 赤木流川樱木三人 同时起跳篮节 村宇被迫传球 却把球传给攻城 攻城迅速快攻 留意到对方注意力 被樱木吸引 攻城一个胯下传球 球来到流川手上 又是一记扣篮 流川成为全场焦点 香北反超两分 樱木又开始埋怨 攻城不把球传给他 正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 安西教练眼镜片一闪 两人一秒变成乖宝宝 另一边 三浦台出现了一名光头男 看面相不太好惹 此人正是三浦台的秘密武器内腾 巨大的块头让赤木都不禁感叹 樱木却满脸问号 比赛继续 双方跳球 没想到赤木的力量居然不如内藤 樱木准备回防 却被内藤撞飞 一记灌篮 三浦台再次得分 攻城一拿到球 就受到两人包围 无奈之下 只能传球给三井 眼见时机不对 三井把球传给流川 越被樱木截胡 刚准备进攻 又被内藤撞倒 哨声响起 白色石号带球撞人 我该谁叫你抢球 三井提醒樱木集中精神 可是小三 说过来你不要叫我小三 那么受就好了 比赛继续 三浦台进攻 樱木正要上前 攻城大声提醒补位 可惜已经晚了 三浦台再得两分 樱木终究是 吃了没经验的亏 双方比分不相上下 三井传球给赤木却被内藤抢断 内藤跃起灌篮 樱木从背后闪现抢走篮球 双声响起 樱木犯规 内藤罚球 樱木认为内藤刚接触篮球 并该投不进 没想到球稳稳入网 双方再度平手 比赛又重回起点 村宇已经飘了 认为三浦台稳操胜券 那时 内藤是橄榄球球队的 虽然自身实力极强 但队友实力太弱 屡屡受学长为难 村宇发现了这个潜力骨 并邀请他一起加入篮球队 比赛中 樱木深陷犯规困扰 安田起身让樱木冷静 好死了 我哪里受到挑拨了 现在是忍耐的重要时刻 对方故意让樱木犯规 但他们发现樱木犯规 对湘北的分丝毫没有影响 便盯上了流川 村宇面对防守 把球传给内藤 流川高高跃起劫下球 没有选择硬钢 而是巧妙地把球投进篮框 内藤心态发生转变 运球到篮下 急速投篮 球没进 流川迅速抢下篮板 运球前进 球传给工程 工程又传给三井 三井将球抛向空中 赤木接球来了一记单手劈扣 原来流川一眼就看出内藤的弱点 他虽然人高马大 但过于骄傲 拿到球只会往前冲 丝毫不顾及队友 赤木面对包夹 将球传给三井 三井假动作骗过内藤 又是一个三分命中 球到工程手中 工程中投命中 内藤的心态逐渐崩了 三浦台被香北打得落花流水 一分差距过大 赤木也狠狠出了一口气 眼看大局已定 工程开始花式传球 球到一木手中 却被村宇严防死守 同时 腿上还有各种小动作 樱木不能忍 逼九子过去 再次犯规 樱木你放轻松一点吧 背着裁判犯规 这是他的专长啊 你升起也没有用 比赛只剩四分钟 三浦台企图用三份球缩小比分 结果吃了流川一记大火锅 工程将球抛向篮板 樱木迅速往篮下冲 内藤紧追不舍 纵身一跃 樱木终于接到球 不是内藤 樱木使出全力跃起 准备来各大灌篮 内藤扣土白墨 昏迷不醒 再次犯规的樱木只能退场 叫声响起 比赛结束 湘北大胜三浦台 所有人都发挥得不错 唯独樱木一分未得 樱木第一场正式比赛成了一个甘苦的回忆